первый 1960年ун 大家好 今天天穎老師要教大家一道義式辣炒蕃 那個海鮮 那我們準備的材料有 洋蔥丁 義大利重的薪料 蒜片 辣椒片 辣椒水 辣椒水俗稱Tabasco 還有少許的鹽巴 九層塔葉 跟九層塔絲 魚片 蛤蜊 炒蝦 少許的橄欖油 跟白酒 首先呢 我們把我們的鍋子開小火 放入我們的橄欖油 炒下我們的蒜片 蒜片呢 等一下我們把它炒到金黃色 它的味道才會出來 如果你喜歡吃辣的話 這時候也是可以把你的辣椒放下去 用小火慢慢炒 記住 辣炒 所以我們的辣味的話 我們就是從這邊出來的 來 我們把我們的蒜頭 把它炒到金黃色 再加入我們的洋蔥丁 來 把它炒到透明 炒香來 稍微把它炒香喔 等一下的話我們就把我們的蛤蜊 炒香 那魚片它比較容易熟喔 所以我的魚片我就會最後比較等一下再加 我們稍微把它炒香喔 然後加上我們的義大利種的香料 來 把我們的炒香稍微把它翻一下 我們的魚片 辣椒水 那加水 這時候我們就開小火喔 來把我們的白酒倒下來 稍微把它煮一下 稍微我們把它煮一下 蛤蜊開了 差不多這時候我們再開大火 來 我們放上我們剛才切的 九層塔絲 來 用小火慢慢給它煮一下齁 我們把我們的海鮮煮到有點熟成齁 等一下我們稍微把它收一下湯汁 等一下我們最後再做調味的動作 好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蛤蜊都開了齁 那老師今天選擇這些海鮮的話 你會看到我們有一些蝦 還有一些貝類 還有魚片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選一些比較不一樣的食材齁 來 我們放一些鹽巴下來 一點點鹽巴就好了 海鮮本身就有鹹味了 一點點鹽巴放下來 之後我們就稍微用大火把它收一下湯汁 稍微收乾來 來 如果你喜歡的話 比如說你今天要 要配一些飯的話 你甚至留一些湯汁的話 基本上都ok了齁 來 我們看一下我們的湯汁收到有點乾了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把它倒在我們的盤子裡面了 然後我們把它倒下來 我們另外準備一個九層塔葉 把它擺在上面齁 齁 很簡單 這就是老師今天為你示範教學的 辣炒白酒海鮮 結束一會兒 天啊 第一步 患Cause 你說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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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